什么 洪水要来了 完了 这次怎么又是开幸运方块建房子啊 哎 兔妹妹 你别激动 你还好意思说 都是你挤的我 刚上来就走出福音方块 看来今天还是让我来带你建房子吧 姐 有啥好嘚瑟的 啥情况嘛 我怎么还被炸死了呢 忘记告诉你了 每隔30秒天上就会随机掉落炸弹 所以现在的首要之中 要赶快开这个幸运盒子 找到方块才行 完了 完了 我也被炸到了 小兔子 你抓紧时间开方块 我来给你加油打气 看到没 它凿出来的方块都到我背包里了 嘿嘿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哼 就知道让我干苦力活 赶快帮忙开方块 还是看我小米表演吧 现在凿这个效率太慢了 我们必须要开一把工具出来才行 诶 兔妹妹 你怎么又凉了呀 算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离它远一点吧 你慢慢开 我先把我们的地盘都给扩大一下 嘿嘿 居然还白捡了一把狗子 什么叫白捡 那是我开出来的 干嘛这么小气 来 就凭我这运气再帮你开出来一个 我的嘴巴可是开过光的 只要一说 肯定就能开出来 啊啊啊 呃 好吧 这轻运盒子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就你那破手气 还不如我的呢 我看还是我自己凿吧 哇塞 你们看 直接凿出来一堆方块 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背包一下都给装满了 只能先扔点东西了 来 兔妹妹 给你看一个好玩的 只要你站在这个方块上面 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啊 这身上怎么还着火了呀 可恶 又被你给套路了 嘿嘿 我再接着来扩大一下地盘 我们分头行动 这样干活效率快 现在的方块简直比黄金还要珍贵呀 小米 你别固件这么大 我们还有屋顶没做呢 放心吧 有我在没意外 你先把背包里的方块都给我 看我一会儿如何给你建一个空中的别墅 别想着大别墅了 现在能催活下来就不错了 你看看 这地板做的跟乞丐房没啥区别 你懂啥 一点都不知道谁美 我这建的可是独一无二的房子 赶快 时间快来不及了 我要开始封屋顶了 只要是方块都给它铺上 来 抓紧时间 再接着找幸运方块呀 哇塞 有黄金 还有装备 看到没 又找出来一个钻石方块 这边还开出来一张床 如果按照这种运气 今天盖个两层的都没有问题 小米 我看你是不是有点飘了呀 现在还有一百多秒 洪水就开始下降了 不要慌 屋顶看我给你分分钟盖好 OK 这样基本上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看着还不错吧 这房子绝对安全 完了 洪水下降了 怕啥呀 你看 根本流不进来 然后在这个位置放上两张床 和一个屏风 嘿嘿 就算开幸运方块来建房子 也照样能存活下来 好常话 Meng赞 讨讨讨讨论